是不是偏心以萱 剛出他那個出過的那個題目 現在又出他拍過的寫真 我要幫他們評審一下 因為這個在台灣大賽的看板有錄出過 可是我只看到一些漂亮的照片 你們那個胸部放那麼大 整個大螢幕都是你們的胸部 台灣大賽中 熱天桃園共有幾位選手 敲出拳雷打 你翻盤 是三個嗎 對 三個 Yeah 我們還是有關心球的 那有一個人擠了兩隻 對 同一個人 對 林宏玉跟廖建復 而且陳俊帥終於 終於第一次打出拳雷打 終於 對 今年打出拳雷打 還好 這挺有答對 外面被畫爆 熱天桃園還拿一支 直籃球隊合作出拳雷打 真的要以宣布 對 有去噴 今天是當店友 隊名總共六個字 一定要全名嗎 拜託 不要全名 拜託 六個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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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翻盤 高雄全家海神 對 答案是 高雄全家海神 對 答案是 答對了 答對了是 詩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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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詩雅也答對了耶 而且你知道全家海神 你有看籃球嗎 我進便利商店 他可能是拿包裹的時候 有看到 對 而且你腦袋很好耶 照片而已 覺得很辣而已 高雄全家海神 還好答對 這題目很難耶 那是不是天心以軒 剛出他那個出過的那個題目 現在又出他拍過的寫真卡 很明顯吧 很明顯天心 他跟這個出過有關係的 是 他第一名了 他說我唱得很好 他第一名了 第二名了 後面不要玩了啦 中心 沒有題目 不玩了 賣射 還有兩題 我要幫他們評審一下 因為這個在台灣大賽的看板 有入處過 可是我只看到一些漂亮的照片 對啊 你們那個胸部放那麼大 整個大螢幕都是你們的胸部 而且那種廠商賣 這是超小的好不好 這個近視的人看不到的 看不到 看不到 我一眼就看到李萱這樣 我只看到那個車頭燈 對 怡萱Yuri還有一個 看不到名字 尹樂 怡萱尹樂 I'm happy I'm happy 對 好 下一題 好 下一題 沒關係 讓你選一題 第19題 趁從台北車站出發 搭乘陶傑前往觀賞2022 樂天主場賽事 賽後再搭乘陶傑回到台北車站 請問 這樣往返球場的交通支出為多少錢 從他交到台北車站算嗎 不算 就是直接 你用走路的 陶傑多少錢啊 請問 好難喔 這太過分了 我們都BB 他們都是坐高鐵嗎 我們都BB 這邊有過分 在你們官網上面 有一個廣告 這要知道一趟多少錢 官網上面有個廣告 我可不可以問它是不是 有優惠的 是 OK 好 那是不是一個很奇怪的價格 很奇怪 奇怪的價格 好難喔 等一下 怎麼可能都BB啊 不會知道要扣多少 你翻版 160 答案是 150 錯就錯了嗎 我知道是 回去免費 對 回去免費 因為他出站的時候 他會拿一張回去免費的票 對 請大家 我有做機捷喔 來 請大家 多多做機捷來看球 對 那裡A19 可以免費 大家吃 讚 最後一題 天啊 天啊 最後一題了 背號退休為職業選手 生涯的最高榮耀 我已經把這有寫 請問樂天桃園 共有幾組退休 只要寫幾組就好了嗎 只要寫幾組就好 蛤 翻版 對 全部答對 暫時欠債 結束了嗎 我們結束了嗎 所以是10號是 10號是10號 10號是10號隊友的 然後還有50號陳金風 然後王伯龍那時候是 跟當時的領隊劉介廷說 先讓他暫時先翻 也許有一天他會 只要他回來 我們就會還給他 好可怕 波隆要回來了嗎 波隆